穿著黑色上衣的男子 對著坐在門外的老翁大聲咆哮 接著突然大腳一踹 老翁被踹了一下身體晃了晃 黑衣男子氣急敗壞的離去 接著穿著花色上衣的女子 出現在老翁後方試圖勸說 兩人一句來一句去 突然女子朝著老翁臉上 刪了一大巴掌 疑似還打出鼻血 打鼻血 旁人健壯好心的拿衛生紙 讓老翁擦拭 整個畫面被民眾PO網 一查才發現打老翁的男女 分別是她的兒子和姊姊 你怎麼來這裡在那裡 我不能自己照在那裡 打招我 是不是要穿那裡有什麼 事情發生在台中的太平區 福德池的旁邊地上還有一灘血 這是當天老翁喝醉 跌倒造成的 他們好笑酒咬不亂來 去那裡不去 老翁自己跌倒弄得滿頭是血 鄰居趕緊通知老翁的家屬 兒子跟姊姊抵達之後 想帶老翁去就醫 但他死活不肯還大吵大鬧 先打了兒子跟姊姊 兩人才會失控出手 據老翁表示他有飲酒之後跟他的姐姐 家人有起了一些口角上的糾紛衝突 雖然老翁喝酒活鬧在先 但老翁的兒子姐姐在土地公廟大打出手 警方已經是通報家暴案件 不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長期累積的恩怨糾葛 外人恐怕也很難理解 介紹公寓的詹景辰台中採訪報導